汐泽大人 阿兰惹殿下可回来了 回来了 殿下去探望沈夜大人了 沈夜 沈夜大人醉酒醉得厉害 殿下让我们先退下 他亲自照顾沈夜大人 罢了 没用的 不说了 亲身也好 缘浅也罢 既然喜欢 就应该早早地说出来 而不是事后无穷无尽地后悔 毕竟 能够喜欢一个人很难懂 两个人都喜欢彼此更难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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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是喝醉了吗 醉了就让她好好睡一觉 省得在这忽烟乱雨 你刚刚为何要披云沈夜 难道要看着她对你胡言乱语 可是你连她为什么要喝醉的原因都不知道 就随便劈她 无论何种原因 她醉酒 都不应该想着去摸你的脸 小白 你应该知道 你不是阿兰惹 可是她喝醉不仅仅是因为我 那是为何 因为她知道我不是阿兰惹 她记得阿兰惹的每一句话 她记得阿兰惹在意的每一件事情 甚至她的眼神 她的动作 所以无论我怎么演 都不可能瞒得过她 小白 你不觉得你对沈夜 太过用心了吗 因为我觉得阿兰惹 很像曾经的我 你要相信我小白 待我们走出阿兰惹之梦后 我们一定会相守 这是刚刚把我丢在大街上的 东华帝君说出来的话吗 你对我有太多误会了 我知道你做事有你的道理 但是我其实并不想走出 阿兰惹之梦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一旦走出阿兰惹之梦 你就会是那个高高在手 于是隔绝的东华帝君了 而我又会变成那只 无人问津的小狐狸 与其这样 我当天愿我现在是阿兰惹 你还是希泽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 阿兰惹之梦继续相爱了 小白 慈禁发生之事并非现实 即便你继续以阿兰惹的身份 去帮沈爺冤枉 最终待我们走出慈禁的那一天 这里的一切 不会和我们有任何关系 沈爺 依旧会重回 失去阿兰惹的那一事 你的所作所为 对她不会有真实的影响 你去isy泽 阿兰 阿兰 阿比阿兰 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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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帝君说得对 沈夜与阿兰惹是一对苦情人 我虽为阿兰惹不止 想要以阿兰惹的身份唤醒沈夜 却未曾想过对沈夜而言 可能是一种更大的伤害 想必现在帝君 已经回到齐南神宫了吧 没想到如今的渺落 力量恢复得如此之快 能随意进入阿兰惹之梦 若让她从小白身上顺利拿回原神宏气 那样遗愿恐怕根本扩不住她了 当务至今 必须时时刻刻保护小白 也得赶尽致尽 尽早出阿兰惹之梦在心 阿兰惹之梦 阿兰惹之梦在心 大人 您终于醒了 可有哪里不舒服 没有 大人昨晚宿醉 殿下十分担心 特地吩咐老奴 准备了醒酒汤 给大人送来 阿兰惹殿下昨夜来过 殿下听说大人昨晚宿醉 亲自前来照看大人 西泽大人也来了 但似乎与阿兰惹殿下 有些不愉快 醉叶酒后胡言乱语 一定给殿下添了很多麻烦吧 您先下去吧 是 大人 此事 乃收集阿兰惹元神的最后一死 万万不能出现纰漏 否则 真的要功亏一篑了 感谢观看